什麼 難道小小玩小小玩沒辦法跟 小小瑜結婚 殘忍拒絕 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碗今天來介紹 一款穿越到 古代開店做生意 什麼賺錢你就賣 什麼讓你體驗發家 致富的快感 沒有錯啊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這一款金山類型的 手遊歡樂大公家 好的 首先先跟大家前行提搖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主人公 沒錯這個主人公真是在下叫做 大丸遊戲的開頭是 你某一天忽然莫名其妙醒來 發現自己穿越到了 古代然後 跨身到了我們這個 遊戲的主人公身上 還不知道哪來的青梅竹馬 說什麼啊 我們這個店快倒閉了 怎麼辦 你幫幫我啊 原來我有青梅竹馬 好的沒錯青梅竹馬 是個非常可愛非常香的妹子 OK 反正我們很簡單啦 就是要在這個世界裡面 賺夠足夠的 發家致富來拯救我們 不知道哪來的青梅竹馬 成功把他給娶回家 大概是這樣 但其實你也不一定要娶他 好不好 遊戲裡面 甚至是你還可以跟非常 像我家玩的是男角的 我還可以跟很多 不一樣的角色去結婚 甚至是 我還可以生小孩 讓我的小孩跟其他人提親等等 之類的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遊戲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種的這個 主頁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有所謂的 布莊驛戰跟客戰 畢竟我們要賺錢嘛 所以當然需要有個優秀的客戰 讓大家進來泡泡溫泉 然後來這個 住個幾天 或者是晚上時間打個 沒有就是 讓大家休息的地方 這客戰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遊戲系統的話 就像比如這個客戰裡面 我們可以先 直接把這個裡面的火雞給生的 我們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然後遊戲裡面一樣會有 角色 我們叫他門客 這些門客 基本上就是來幫我們這個 拉高我們的這個生意 讓我們店家可以更加的繁榮 然後角色 非常的多 很厲害 你想拿到的一些古代角色都有 師傅 這個是那個 豬八戒 欸 豬八戒那個 西遊記裡面的師傅 然後還有些什麼 這麼無折天啊 是不是連我們這個偽小寶 偽天才 到不來呢 孫二娘都有 不一樣的這個 建築都有 不一樣的這個 式姓角 就可以讓你賺更多更多的錢 然後遊戲裡面的角色 蠻多的 我們這邊先從門客開 介紹一下 有幾個就是什麼 一些非常有名的 角色 而且他們的配音 蠻好笑的 要購買我三地的豬肉 我這邊的紅藻綠豆 免費贈送三兩 沒錯 光光在這裡當然也是有的 大家給你看 比如說 有家會講台語喔 我找幾個給你看 找去院 什麼都會講台語 甚至連 粵語 沒錯 就是我們的 微小寶 微天才 還有這個草召 我不知道這個草召在幹嘛 這個草召進來 你們看到左邊那個 這個 遊戲裡面草召是個送貨仔 是個大哥 送貨黑猫 黑插仔 即便了大哥 曹操 卡愛用 無大招的筋 阿招的筋 賺錢 不真的筋 沒有 不對啊 那至於這些角色有些都 這個遊戲裡面的角色 要怎麼拿到呢 很簡單 我們這裡 畢竟我們得認識一些新的人對不對 遊戲裡面有一個這個功能 叫做這個遊歷 遊歷簡單來說就是我們要在這個古代裡面 遊山玩水 可以認識一些不一樣的人 事物 甚至是你還可以在這邊 因為我那是男角 我可以解釋 欸可愛的妹子 跟他做一些 欸你們知道 快樂的事情 只要親密度夠高 你就可以跟他結婚 生小孩齁 遊歷裡面有個地方 他有沒有發現 很重要 桃花島 這個地方幹啥的呢 各位應該非常的了解齁 你只要親密度夠了 他每個角色都是會有所謂的親密度 親密度累積到營地的 呃 星數每個角色都不一樣 你就可以跟他生小孩 然後生了小孩 你親密度略高 你生了小孩 也有可能數字會更強 各位明白這是幹嘛用的嗎 沒錯 小孩生出來了 這個是男生喔 我們就幫他教一個這個 小小丸好了 好 來來來來小小丸 我們來玩遊戲 哇 哇 哇 小小丸是怎樣 我 我以為 哇 小小丸只吃了這個兩天的奶嘴 竟然就長了這麼大了呢 沒錯 沒有不可能 小孩養的也是有夠快 欸這什麼 欸這個東西我熟 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古代就是小時候先從 那個奶嘴開始吸 吸到 大概只有五六歲的時候要幹嘛 這個我熟 平常只要 我帶阿雲去非洲 或是做了一些什麼 對不起阿雲的事情 他都要我貴算盤 這個喔我熟到不行 來 小小丸什麼時候會長大啊 喔 學而不思 則我 OK各位 不到 一分鐘的時間 小小丸已經從 小嬰兒長大到了 這麼俊俏 這麼帥氣的男人 小小丸 我今天 就要讓你結婚 小小丸 欸小小丸 沒錯 小小丸已經 練到他的極限了 各位 來 這個遊戲裡面 有一個叫做提琴的功能 我們可以去指定的提琴 只要我們輸入玩家的辯號 你就會跟對方提琴 來 這裡要跟誰結婚 好 阿雲我來了 走我們就跟阿雲結婚 出發 向芷芸提琴中 我相信阿雲看到 喔 有了 小小丸 欸欸不對 阿雲 這誰 阿雲 你不是要我跟小小雲結婚嗎 這個是傻鬼 那阿雲你不要我了 為什麼阿 為什麼小小丸跟一個 不知道是誰 這誰 OK 小小丸 欸你就好跟你的老婆 欸繼續 你就好跟你的老婆 這個 度過終身齁 好 那身為爸爸嘛 我去多生幾個 我去多生幾個 好啦沒有啦沒有 沒有了 蛤我要再取一個 蛤我要再取一個 什麼 你跟我提親啊 恩 阿雲跟我提親了嗎 可是這個 這個紹返天剛剛不是結婚了嗎 還是因為我都沒有角色阿 我再多生幾個好了 阿不然阿 鳳姑語 誰跟你叫鳳姑語阿 給我改名欸 小小丸小小丸 小小丸 好了 OK小小丸 還可以赤名欸 好小丸你好小 欸這個名字不錯 我將會成為富豪界的新鮮 來 喔有了 紫雲 紫雲來了 欸為什麼 報告東家 你沒有匹配的同等身份 什麼 難道小小丸 小小丸 小小丸沒辦法跟 小小丸結婚 殘忍拒絕 哈哈哈哈 我沒有辦法 掰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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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丸 掰掰囉 欸欸欸 沒錯 勇敢的拒絕這門婚事 各位 欸怎麼在叫我欸 我我站立一下 我站立一下 剛剛是跪了一下手 嘿嘿嘿 好啦 還有一些其他不一樣呢 大家可以再一個一個認識一下 然後這次還有一個很棒的熊 叫這個真獸嘛 畢竟我們不可以只認識一些不一樣的人 我們當然也得養一些 欸 奇形一種 欸 真獸神獸 欸可愛的 咚咚齁 我覺得四伏線很可愛啦 真的超可愛的 四伏線很可愛 我很喜歡這一隻 然後你一樣可以餵食啦 請牠們吃飯飯 就是提高牠們的潛力值跟成長值 很可愛對不對 當然啦 有可愛的寵物 也有帥的 也有長的奇怪 比如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阿吉 還有很帥的 臥龍啦 悟空 我是阿雲的狗大王 不好意思這是萬財 欸 很可愛 嘿嘿嘿嘿 然後我記得這個遊戲有所謂的排行榜 排行榜裡面 你可以去墨拜這些大佬 喔 哇 我賺錢 一秒三十四點三十萬 第一名的大佬 思雲 他有稱號叫做 台灣武財神 讓我墨拜你吧 讓我墨拜你 墨拜這些大佬 墨拜大佬 至於要怎麼成為大佬呢 那就是要來我們這個 財神店全力充版 你就有機會融獲財神稱號 入住我們的財神店來享受 萬人墨拜的那種感覺阿 那大家如果自己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話 我下班應該會附連結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大王我們下次見大家掰掰